我感谢主 因为台湾很注意 台湾也很乖 都在戴口罩 你知道他们缅甸 有一些牧者 有两百个确诊 死了九十个 两百个牧者确诊 所以周牧师这一次他生日 他说不要送给他什么礼物 可以奉献 这个钱就去帮助 这些比较偏沿地区 像缅甸 像泰国 他也帮助台湾的 比如说原住民 神学院好多 金神 灵神 还有台神 就去帮助一些 比较辛苦的传道人 或是成学生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所以很感恩 我觉得父亲的角色 是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我今年母亲 接收到什么礼物吗 我今年母亲 接收到的礼物 就是那个父亲 我家的父亲 他推动的 他们买一个 那个可以按摩椅的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个按摩床 他买那个按摩椅 然后这个按摩椅是多少钱 五万多 然后大儿子出两千六而已 小儿子也出两千六而已 其他都他出 然后他跟我说 一定要叫小孩付钱 这是他的心意 所以他们都要付 两千六都要付 这是一个父亲 所以我觉得 父亲的角色 真的很重要 你可以在家庭带动一些 比较正面的一些行动 所以你不要轻忽 就觉得说 我就去赚钱了 回来就把钱 把薪水交给太太就好了 其他都不要 但你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你可以带动整个家庭的气氛 整个家庭的气氛 特别现在你看 我们小孩小的时候 我比较多带他们 比较多管教 管教是我 我比较狠心 打 松木师不打的 我也不准他打 因为我觉得男人的手很重 所以不能打 只能妈妈打就可以 但是我觉得 慢慢慢慢现在小孩长大了 我现在长大都有家庭 我两个儿子 他们有一些什么问题 他们一定是找他爸爸 我觉得是一个阶段性 他们就会跟爸爸谈 我觉得这样很好 所以每一个阶段性 小孩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爸爸 不管你到哪一个阶段 到现在周末是八十岁 他还是有他 在家庭里面要扮演的 因为小孩有困难 或者比如说 现在小孩有一些什么事 我说你去跟儿子讲 我都不要出面 我的阶段性差不多 现在是特别比较 因为小孩已经大 所以爸爸的角色很重要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圣经里面这个男人 索罗门 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人 等一下我要告诉你 他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男人 对不对 我要告诉你 他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的条件太好了 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 像他那么好的条件 但是他却在晚年的时候 却失败 他不但是失败 而且就是他 促成以色列分成南跟北 在他做王的时候还没有 但是在他儿子做王的时候 这件事就成了 就以色列 这个国家就分裂 成为南国跟北国 都是这个所罗门 所以很可惜 来我们应当 那我要讲这个信息 就是说 我觉得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 你觉得我的条件没有 我没有很好的背景 我没有成长 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背景 不是你可以选择 你要长在哪 你在哪一个地方 你的背景是什么 你的父母是什么 都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 但是你在成长的过程 你的态度 你的心态 对不对 你的选择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就来看 一个像所罗门这么好的条件 但是为什么最后会失败呢 OK 我们会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OK 这个画面应该出来 OK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OK 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 列王记上三章四到十五节 来请 所罗门王上即便去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 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饭祭 在即便夜间梦中 也我要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吃你什么 你可以求 所罗门说 你不认我父亲大卫 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 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使恩典 要为他存留大恩 是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胃上 正如今日一样 好 我要你们先看一下 就是说前面就是说 所罗门他作王的时候 他就到基边去献祭 他献多少你知道吗 一千牺牲 就是一千个牛羊 一千耶 你想想看一千有多少啊 我一读这个圣经 我真的很棒 对不对 就是里面就有一个感恩的信 一千耶 这么多 好 那第二呢 我们看见 有一天他在睡觉 而且是神主动 记得 你看这个 神主动 在梦中向他显现 那为什么会在梦中呢 当然有时候神在梦中 会向我们显现 可以啦 神在梦中会对我们守 我们那个老周 就最近常常做梦 然后他做梦起来都会写 然后就问神什么意思 然后就鼓励大家 这很应验圣经里面说 老年人要做一梦 他真的是老年人 他常做梦 那我也做梦 但是我做梦 我不会向他起来就写 第二天我都完全忘记 完全忘记啦 那但是你会觉得很奇妙 那为什么 现在当然你不是靠做梦 神向你显现 现在我们有神的话嘛 对不对 你每天读神的话 神就会向我们显现 那过去还没有啊 在那个时代 所以神就很多下 在梦中向他显现 那神主动 你要知道这个显现是神主动 神怎么跟他说呢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神问我 你要我赐你什么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心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可以跟神求 那么所罗我们就开始求啦 他就跟神说 神啊 你不认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 正直的习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什么 大食恩典 你又为他存留大恩 然后第三 你吃给他一个儿子 就是我啦 现在这个王的位置上 所以你看 所罗我们没有忘记 神过去在他的家族 在他的父亲身上的恩典 很多时候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 遇到困难 我们会很挫折 因为我们都忘记神的恩典 所以你看诗篇103篇说 我的心啊 你不可忘记 也有法一切的恩惠 所以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因为当你想到神的恩典 不管我遇到难处 你不要只有一把眼睛 定睛在难处的身上 你要定睛 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 你里面就会怎么样 产生信心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罗我们 还不错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读圣经 来 那就跟神说 他说来一起来念 请 耶和华的神啊 如今你是仆人 继续我父亲大位作王 但我是幼童的 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出入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 这民多得不可胜诉 所以求你自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够辨别 这更多的民呢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 就蒙主喜悦 神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受 求福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单求智慧 可以听诵 好 那你看 所罗门他很认识自己的身份 跟地位 自己的能力 他感觉我自己很忧愣 对不对 我说实话 神啊 我继续我父亲作王 但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出入 意思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管理 所以呢 而且神 你所拣选的这些民中 那真的很多耶 是神 他承认 他今天在以色列人作王 这些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百姓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 神啊 求你赐给我智慧 赐给我智慧 注意哦 你注意他讲的每一句话很有意思 可以判断你的名 你的名 不是我的名 对不对 你的名 那神说 他就说 谁能够判断这众多的名呢 结果呢 他因为求这样 所以神就非常的喜悦 所以神非常的喜悦 弟兄姐妹 你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都是管家 所罗门作王 他也是一个管家 神把他的百姓托付给他 我们作父母的 我们在家庭 我们也是管家 神把子女托付给我们 我们要学习做一个 因为我们的子女真的是神的 都是属于神的 都是属于神的 是神托付给我们 我们都是管家 所罗门就很认识 他这个身份跟地位 所以他跟神说 神啊 我需要智慧 我需要智慧 可以来判断你的名 这要记得一件事 小组长也要记得一件事 你的小组不是你的 这些是神托付给你的 你要跟神交账的 对不对 不要记得 这些人都是我的 这些人都是我的 我曾经碰到一个传道人 就以前在我们 他一离开 就以前我们领良他 他一离开 他有带一个团队 他觉得这些团队是我的 我一离开我都不给你 我觉得 怎么会有这个观念呢 很多父母觉得是我的 对不对 你的儿女神啊 你怎么可以叫他这样做 你怎么可以叫他 那儿女都是神的 是神托付给你 那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神赐给你产业嘛 对不对 所赐的嘛 给你 就是要你管了 要你来管理 那你要好好管 因为我们有一天 要跟神交账 跟神 我们都是管家 我的儿女绝对不是我的 绝对 有很多做父母 我们的一些错误是什么呢 我过去没有达到的目标 我希望在我儿女身上能够达到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完成的 我希望我在我儿女身上能够完成 那结果你相对 你会有一些 如果你有这种思维 你有这种想法 你会做什么 你会想 你会帮儿女设计一个计划 一个目标 然后他一定要按照你的目标来走 很辛苦耶 非常的辛苦 我告诉你 那因为我们是非常有限 我们不能看得很远 但是呢 你要知道你把它交给神 你每天求神给你智慧 怎么样来养育你的儿女 神就一步一步一步带领他们 Amen 你有一天围过头来 你再看 哇 一路来 都是充满神的恩典 充满神的祝福 对不对 而且超过所求所想的 所求所想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 OK 好 结果神很高兴啊 对不对 为什么神很高兴 因为他没有求受啊 一般来说我们都希望这样 对不对 长命百岁 OK 我如果跟周牧师说你长命百岁 他就剩下二十年 如果有一个人已经活到九十九岁 你说祝福你长命百岁 他就剩下一年 所以不管了 所以就是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活得健健康康 OK 活得长长久久 但是一定要健健康康 那神就跟所罗门 你也没有求受啊 你也没有求福啊 这是人常常求的 这是我们很渴望的 你也没有求灭绝你的敌人啊 你单单求智慧 神说什么呢 OK 神马上给他回答 一起来念 这是最后 我就应用你所求的 是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 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尊荣 使你在世的日子 猎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 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利力 借命我必使你长寿 所罗门醒了 布料这是个梦 所以神跟他说 我应允你 而且神应允他是超过他所求所想 对不对 那只求智慧啊 那神说 你没有求我都给你 而且我给你的智慧 给你的聪明 以前没有一个王能够像你 以后也没有一个王 能够像守罗门那么有智慧 然后你没有求的 富足尊荣 我也给你 所以神给他的祝福 给他的尊荣 给他的智慧 给他的富足 都是空权绝后 真的空权跟绝后 对不对 但是呢 神授我也要给你 长寿 有条件 长寿是有条件 长寿 对不对 那所罗门就在这个条件里面 失败 好 堂寿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 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律令 命令 我必须你长寿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这个 OK 好了 我们先来看 所罗门诱惑的条件 第一个 他蒙神喜爱 对不对 你看 他是大卫 跟八十八 生的孩子 那你一提到这个八十八 大卫就是犯罪嘛 对不对 但是那个全面 那个孩子死了 后来大卫 后来当然 大卫就跟八十八 然后就生了 所罗门 圣经说什么 耶和华 耶喜爱他 然后就给他取名 叫什么 耶迪迪亚 因为什么样 耶和华爱他 对不对 那你看 耶和华爱他 不是他先爱神 是神爱他 他出生 神就爱他 他出生 神就喜爱他 所以就给他取名 叫 所罗门 他比那以前的名字 叫耶迪迪亚 意思是什么 因为耶和华爱他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像我们 都是什么 那个 约 世纪 那个不是世纪 约翰 耶稣的门徒说 不是我们爱神 是什么 神先爱我们 对不对 都是神先爱我们 在创世之前 神就爱了我们 你不认识神的时候 神就爱我们了 或者你背逆神的时候 神就爱你了 你还没有出生 神就爱你了 你看神的爱 是何等的宝贵 对不对 所以 那我要让你知道说 主要是所罗门 所罗门是谁的小孩 大卫跟八十八 对不对 大卫跟八十八 那八十八是谁 就大卫有一天 坐往泰湾起床 结果去阳台 不要乱跑到阳台 我也不知道 他就看到八十八 他在那里洗澡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洗澡 会被人家看到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们 圣经没有说 那也没关系 对不对 你看到 你说 我求你赦免 洁净我的眼睛 用你的宝鞋洗净 OK啊 结果呢 他就把他招来 就跟心淫乱 你要知道这个人是谁 大卫 大卫 对不对 结果呢 但是呢 大卫有一个非常可取之处 你们是看 你们上个 昨天晚上是看那个 那个加勒 另外一个新制 对不对 如果你们有看 我也讲 我这段时间刚好读圣经 我讲很多少罗王 大卫跟少罗王的分别 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想过 大卫跟少罗王的分别 大卫的心很柔软 他犯罪 但是当拿当跟他说 你就是那个人啊 你就是那个人 哇 大卫就马上说 我有罪了 他的心柔软 所以弟兄姐妹 不是说我们不会犯错 但你心要柔软 你犯错 你就悔改 少罗王什么 他犯错 他就说 哎呀 这些百姓 沙摩尔跟他说 你这么没有听话 把亚玛利人通通灭绝 神要你通灭绝 他说百姓 把那个很好的牛羊留下来 就是要献祭给神 对不对 听话就要绝对 我们要听话 没有一半 但是他就把这个责任 卸给这些百姓 所以大卫跟少罗王的分别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大卫 所以第一个 但是因为大卫悔改 后来呢 他就还跟八十八怀孕 然后那个同房 然后就生了所罗门 所罗门却是神所拳选的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恩典 在这样的背景里面 是不是恩典 真的是恩典 对不对 少罗门 少罗门来说 第二 他蒙神拳选 对不对 你看这个经文 大卫吩咐说 叫巴西巴来 他就进来 站在王面前 然后呢 王就起誓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只做耶和华 以色列人向你启示 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接续我做王 做在我的胃上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对不对 所以你看所罗门 他就被神拳选 做以色列的王 他等于第三个王 第一个王 以色列这个国家 以前是神做王 后来他们说 我要跟邻国 跟别的国家知道 要有一个王 所以神就兴起少罗王 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卫 第三 就是所罗门 那么他就 神就透过 那个祭司沙徒 就用高友 来高 所罗门 做王 OK 大家人都吹脚 众民都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OK 圣经里面就已经 已经讲这个万岁 OK 所罗门万岁 还不可能活到万了 但是这就是一个祝福的 祝福 所以第二 你看我们看见 神 神不但喜悦他 神拳选他 做 接续大卫 做以色列 不是大卫 是大卫 没错 做以色列的王 OK 这是第二个 他的条件 第三呢 你再看 OK 那 爱神 圣经说 所罗门爱耶和华 所以他爱不爱神 他也爱神 他也不是没爱 他爱神 耶和华爱他 他也爱神 然后呢 遵行他父亲 大卫的利率 只是在秋谈 在秋谈 献祭烧香 献祭烧香 所以他还是爱神的 他有一个心 我相信 他从他父亲那里学习的 所以他还是爱神的 不但耶和华爱他 他相对的 也是爱神 那第四呢 就我刚刚所说的 OK 他有一个感恩的心 有一个感恩的心 不管 就是说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学习 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不管你遇到困难 你还是要感恩 你还是要感谢 因为你会发现 当你感恩 你要知道 我今天能够有 他就觉得说 他为他的祖先 他为大卫 神啊 你在我 你在你仆人 我父亲大卫 你用诚实公义 正直的心 我的父亲这样 你就向他大施恩典 神啊 你给我的父亲的恩典 是大的 你给我父亲的爱 也是大的 对不对 恩典也是 恩爱也是大的 恩典也是大的 那么神啊 我今天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也是因为你的缘故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保罗会说 我进了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服侍神 也是神的恩典 各位 你身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有这样的工作 你有这样的家庭 你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你遇到困难 也是感谢 也是感谢 不要抱怨 因为你抱怨不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上次来这里做 讲到 我也没有跟你们讲 两年 两三年前 我发现 我那个心脏 那个医生就说 我有两条血管塞住 对不对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喜乐 我好像感觉我中奖 那医生说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很喜乐 然后医生说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装支架 你不装支架 你会心肌梗塞 你会脑中风 哎呦 这个是很严重嘛 对不对 因为我常常祷告说 神啊 你如果让我活到 我现在75岁 你如果活到90岁 或者活到100岁 当然我要求什么呢 我一定要服侍你的 我要做我最喜欢的 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讲道 我一定要一直做 一直做 做到有一天见你的面 但是我跟神要求啊 我求啊 我愿意啊 你一定要让我健健康康 如果我不健康 我怎么可能去做 我喜欢做的呢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现在喜欢做三件事 第一个 就讲道嘛 对不对 我一上台 我都很快乐 我都很喜乐 我好像真的是中奖 OK 你要把服侍神 当作最喜乐的 你就不会觉得 干嘛都是我在做 为什么他不做 为什么他不做 都是我在做 为什么牧师一直叫我做 你太有 你太有能力了 你太有恩赐了 你不做 神就把这个恩赐拿掉 太可惜了 但是你越做 就怎么样 你就越好嘛 越做 好像这个刀 一直磨 一直磨 就越利嘛 对不对 你越做 越有恩高嘛 对不对 所以牧师就是要信念 你更有恩高 所以叫你做 你感谢神 当然这个疫情 给我们 就是说 减少很多服侍的机会 不过没关系 你在家好好祷告 等我们也祷告 当然要为这个疫情祷告 现在感谢主了 像昨天好像 二十个 十几个嘛 就我们希望 越来越少 越来 因为大家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好好 勤洗手 你到我出门回来 我一定要喝热水 要常常喝热水 一定要常常喝热水 然后我一回到家 我一定洗脸 把鼻子洗一洗 鼻子洗一洗 全身把那个毛巾 头擦擦擦 衣服擦擦 因为你不知道外面的细境 对不对 保护自己 你做你的本分 其他就交给神 对不对 但是你还是要尽本分 所以你看 那个所罗门 不但爱神 然后他常常有一个感恩 他觉得 我今天能够坐在这个位置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没有可夸的 这是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他才会什么 感恩的心献一千 你想象 如果在这前面放一百只羊 你只要想象 我们献一百只羊 就在这里 一百只羊 不是十只 一百只 但是那一千 你现在那个数量 因为他有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能够给出去 我们能够奉献 我们能够给人 我们能够去帮助人 你会很喜乐 对不对 因为那是 为什么我可以给 我请问你 为什么我可以给 我请问你 为什么你可以给 对呀 上帝如果没有给你 你怎么给 刚刚他们在分享 十分之一 为什么我可以给 十分之一 因为上帝给我嘛 但上帝只要求我 十分之一呢 那其他的呢 你仍然存在一个感恩的心 来使用 对不对 为什么神说 为什么我可以给 因为我有啊 对不对 所以你遇到困难 你就是感谢 就 去年吧 去年 我被骗嘛 被骗 我也跟你们讲 有没有 我一定都讲 第一个 那你感恩啊 还是感恩啊 第一个 神啊 是他骗我 不是我骗他 要不要感恩啊 还是感恩啊 不是我骗他 是他骗我啊 第二 神啊 他怎么能够骗我 这么多钱 就表示我有钱嘛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第三 感恩啊 被骗弃的钱 我真的没有为这个流泪过 没有 也没有为这个吃不下饭 也没有为这个睡不着觉 对不对 那被骗弃的 也没有让我少吃一顿饭 对不对 我还巴不得少吃几顿 这样可以苗条 对不对 对不对 不一定要每一餐都吃 才是健康 现在那种健康的观念 是很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进食反而是健康 不但是灵里面更健康 身体更健康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很多事情 你就不会沮丧 对不对 为什么我会遇到呢 所以我不是上次跟你们说 我这个心脏 我就常常感谢 我感谢什么 我感谢我的心脏 我谢谢 我说心脏 我非常感谢你 这七十多年来 你都没有一天给我停过一分钟 对不对 有一些睡眠会怎么样 会忽然间停 那你就走啦 我也不怕走啊 因为我知道我走了是到天堂 也OK啊 但是他没有给我难过过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有一个 不管你遇到什么 你都感谢 不管你被骗 我告诉你 我再讲一个我被骗的 没有啦 就是这一次 我在约尔灵良堂 讲四堂道 我前面三堂 就没有讲这个被骗 我到第四堂 神就感动我 因为我也不喜欢 大家都知道我被骗 结果第四堂 我就讲被骗 结果讲完 那个师母跟我说 走师母 你今天讲 那个你被骗 很多弟兄姐妹 很得安慰 为什么他们也被骗 他们说 连周师母都被骗 那我们算什么 你看我被骗 也可以安慰人的心 神是十万师父 你要知道 神是十万师父 相效力的神 我讲四堂 我只有第四堂讲 结果竟然 第四堂那些人 都很多被骗 就他们得安慰 对不对 所以不管 神是十万师父 向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要常常存感恩的心 不管你遇到什么难处 身体上的难处 特别在这疫情 家庭的难处 等等 那都感恩 Amen 你感恩 你就会看见 神的恩典更丰富 所罗门刚开始 他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 OK 好 然后呢 第五我们看 他什么 谦卑求智慧 为什么他求智慧 因为他觉得我不行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求帮助 因为我知道我不行 为什么你会很认真向神求 因为我知道我不行 为什么以利沙当以利亚告诉他说 我还没有被神接去之前 你要什么 以利沙非常清楚知道 在以利亚身上是不一样的 有神的灵 那个时候 旧约神的灵 跟我们现在的圣灵是不一样 圣灵现在已经在我的心中了 我们在信耶 我们知道 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天 神就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但旧约不是这样 圣灵还没降临 旧约神要用一个人 神的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所以以利沙就知道 在以利亚身上 有神的灵 所以他就求 他求什么 感动你的灵 加倍的感动我 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 有啊 你看以利沙 你去算 你们以后读圣经 你去算 以利沙行的神迹是以利亚加倍 就加倍的灵 那我现在常祷告 神啊 那样感动以利沙的灵 加倍感动我吧 对不对 所以四倍 不是吗 加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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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四倍吗 所以你可以向神求 你要向神求 因为我们知道 所以你看 他谦卑 但是我们谦卑 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 不是为我自己 神一定为你成就 很重要 你不是为自己 神一定为你成就 OK 你会看到 而且神成就 超过所求所想 超过所求所想 OK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第六 你看啊 第六 他还有什么呢 我怎么样 我刚刚是什么 为什么会想 谦卑 他求 谦卑里面的第一个 他这样求智慧 第一个 神很喜悦 盟主喜悦 为什么神很喜悦 他没有为自己求受啊 也没有为自己求福啊 也没有求 要灭绝他的敌人 他没有 他单单求智慧 所以神非常的喜悦 神很喜悦 他祈求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谦卑 因为他自己知道 我最需要的是什么 因为他自己知道 不是为我自己 是为了我要有智慧 来管理神所托付给 他给我的百姓 这百姓是神的 对不对 我要向神交账 所以神当然很喜欢啦 OK 神喜悦 再来是什么 这个第五点 那么条件 神就跟他说 我要给你长寿 对不对 那么条件是什么 你都效仿你父亲 大卫 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诫命 我必使你长寿 不要忘了 神是慈爱 但神也是公义 神也是圣洁的 对不对 大卫 你要 效仿你父亲大卫 大卫 他不是完人 但是他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和神心意的人 对不对 你如果看圣经里面说 等一下我们把经文弄出来 他是按照神的旨意 服侍那个世代的人 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 一起来读 来 来读 结果是什么 神赐给所罗门 极大的智慧 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撒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 超过东方人 和埃及人的智慧 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 有啊 给他一个极大的智慧 跟聪明 还有一个广大的心 那个心很广 那他的智慧等等 我们再来看 还有 神还给他 来 再来读 来 他的名声 庞扬在世为的列国 他作真言先千句 师哥一千零五首 他讲论草木 从逆巴论的香白树 直到墙上长的牛稀草 又讲论飞群走兽 昆虫水族 天下列王 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神真的听他的祷告 从这里啊 我先讲 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 成为一个神喜业的人 对不对 神喜悦他 神是没有条件 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 不过有时候这样讲也不对 那个条件是负在耶稣基督身上 对不对 你接受 那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 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 当我们犯罪 我们怎么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我们里面要有 我刚刚说过 大卫 跟 大卫王跟少罗王的差别 就是大卫有一个柔软的心 不是说大卫没有犯错 他也犯错 但是他里面的心很柔软 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 做基督徒服侍主 我们里面要非常柔软 那你就会更多的蒙福 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 他也是什么 本来大卫很有心 你看大卫这个人 大卫王很有心 他说 他说我自己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 但是呢 他们都 那个时候只有丘坛 只有祭坛 对不对 只有会 那个时候有会幕 他怎么样 大卫就有心 要为耶和华见点 但是神跟大卫说你不可以 因为你流很多 很多人的血 对不对 我要你的儿子为我见点 所以所罗门 也是蒙神拣选 来见 为神的名见点 他说我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王上五章 我定义要为耶和华 我神的名见点 是照耶和华 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 所以他说我定义要为 耶和华我的神 见点 他当然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把耶和华的店 见完才见自己的店 不过见自己的店 也蛮多年的 那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看 他花很多年 见自己的店 就是要给他的这些老婆 但是他就是在这一方面失败 他的失败就在这里 OK 那我现在很快的看 那个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说 神说你一定要效法大卫 你父亲效法大卫 按照你父亲 我一定赐福给你 那圣经里面说 大卫按照神的心意 服侍神 而且服侍那个时代 那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只要你们看而已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讲的 第一个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行善 神的旨意就是要 如果我们因为行善而受苦 是OK的 第三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什么 圣洁 圣洁 那么用圣洁 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那个我的孙女 现在已经国一了 下一次要生国二 她很会 很会 很爱唱歌 然后都 自己把她 把她 又本来以前很会 很爱跳舞 又很爱唱歌 那周牧师前天 昨天就跟她说 那你以后 你可以在青年牧区 带敬拜 你妈爱唱歌 你也带敬拜 但是啊 周牧师就跟她说 但是你带敬拜 要守节心情 那她就问周牧师 什么叫守节心情 周牧师说 要圣洁 要里面在那圣洁 里面不要犯罪 然后不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 她就说 那个人不好 那马上 那我就不圣洁 我就讲人家不好 这个蛮不错的 对不对 就是说 不是神要圣洁 其实圣洁是神的心灵 守住 特别守住 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点 是圣灵的点 你知道吗 我们全家 特别我们两个儿子 前一段 一年前 那个很难看 所谓难看 太胖了 结果他们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 可以少掉五十公斤 现在 现在 那他们去看 那个医生的基督徒 那主要是 他看 特别老大 他看到那个报告 对不对 里面很多油 他医生就跟他说 你啊 我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点 你每天 让圣灵 在那个很油的里面 你让圣灵在那个 很油的里面 油来油去 也不过感谢主 我们以前都跟我儿子说 要减肥 要减肥 没用啊 那 他也不是说 蒙吃乱吃 像我老大 他就会忙一天 然后睡觉前吃 那你当然胖了 这个是对身体 非常不好的 但是你父母 怎么讲都没用 要神讲 要医生讲 要他自己觉悟 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点 Amen 圣灵在这里 你要让圣灵很舒服吗 你不要让他在油里面 你身体里面那么多油 他多难过 对不对 感谢主 他们现在两个 都减少超过25公斤 周牧师也是 周牧师减少了 大概5公斤 周牧师比我还有耐心 那一天就吃两餐 一天就吃两餐 所以 不是少要吃健康 不是说你吃少 不能少吃多少 他不能 也不能很多餐 不能 他就是要吃少 反正他们是经过医生的 所以我儿子 我最近在青年崇拜就讲 我就心里想 这些年轻人 能做得到吗 除非圣灵感动他 真的要有圣灵的感动 但是弟兄姐妹 你要记得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点 圣灵住在我里面 我要让圣灵 很喜乐 而且我要让圣灵 要 就是说在我里面 有主权 他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他不要我做什么 就不要我 我就不要做什么 他要我吃我就吃 他不要我吃我就不要吃 就圣灵有主权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就是圣节 圣节 就我这个身体 是圣灵的点 所以我一定要守住 自己的身体 Amen 就这很重要 OK 好 那神的旨意讲 还有一个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就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很多人问神的旨意 是什么叫圣经 我只是把圣经里面 告诉你们很清楚的 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先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 向你们所定 的旨意 然后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如果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他感动你去做什么 你就去做 他感动你不要做什么 你就不要做 有时候我 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就 很喜欢骂人 现在有时候 现在改变很多 那个骂 你没有信主的时候 你骂人 你会不会回来 你会不会后悔啊 不会 你只会后悔说 我还有很多 你会不会忘记骂他 会不会这样 没有信主就会 我干嘛没有讲那个 对不对 就骂他 你很生气 他做错事 什么样 OK 现在信主以后 你不小心 这肉体 里面的肉体 还会有一点表现 你骂完 你一定很难过 对不对 真的 圣灵在里面感动 我刚刚为什么 一定非要向他 发那么大脾气吗 一定要这样做吗 然后圣灵感动你完 你一定要做什么 我一定会跟那个人道歉 对不起啦 我刚刚实在是 很爱你啦 但是我讲话太过分 可能很伤你 你会 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 Amen 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常常喜乐 不知祷告 凡事先 神在基督里 然后你不要 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们里面有圣灵 你越顺服 你就越蒙福 你顺服他 你就越蒙福 因为圣灵里面 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神的 那话你去行 你一定蒙福的 对不对 诗篇我们最守 诗篇第一篇 第二句 为喜爱也有法的立法 咒业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对不对 前面呢 前面说不不不不不 意思说你要对罪说 No 对神的话说Yes 就这样这么简单 然后你都会像一棵树 在在洗水房 按手结构着夜 那诗篇一百二十八篇 说敬畏也有法 遵行他道的人 就是有福的 你就照神的话去做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 我们每天要读圣经 因为你读圣经 神就会对你说话 你照神的话去做 神就祝福你 Amen 谁一定祝福你 你要蒙福 就是这样 这是神的旨意 然后呢 神会透过神的话 圣灵会透过神的话 来感动你 那如果圣灵感动你 勇敢地去做 勇敢地去关心 勇敢地做这样 神就祝福你了 你就按照里面的感动去做 圣灵感动你 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圣灵 我只是告诉你 神的旨意是什么 OK 好 我看看 那为什么大卫 他也是犯罪啊 他犯的罪真的 我告诉你 第一个淫乱 第二 借刀杀人 很严重耶 第三 他为什么会借刀杀人 因为他要遮盖他的嘴 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 他的心很柔乱 他悔改 所以神说 大卫按照 神就悔改 就赦免了 神就说 他按照神的心意 服侍那个时代的人 这就是神的旨意 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 不是说我们是全完人 不是 但是只要我们的心柔软 好了 我们最后要看 索罗罪的失败是什么 一起来念 要念这些都太长了 OK 他取了 OK 索罗罪王一起念 在买在罗罗的女儿之外 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就是摩亚的女子 亚门的女子 以东的女子 西东的女子 赫尔人的女子 论到这些国的人 耶和华成小玉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 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 太多了 她有兵费多少啊 一千 所以她有一千个夜母 她有兵费一千 她有一千个夜母 不要说面对这些妻子 面对这些夜母都搞不来 对不对 是夜母对不对 在美国他们就很怕夜母 我们台湾是怕婆婆 所以所罗门会说 在一千个男子之中 可以找到一个对的人 在一千个女子当中 找不到一个人 这她的经验 这不是圣经啦 这是她的经验啦 很难搞的 我以前住民生东路 我们楼下 就住一个 她没有信主啦 但我们住楼上 那住一个先生 爱娶两个太太 然后有一天 我嫂嫂碰到她 就跟她说 你不错 你有两个太太 可以服侍你 她说下次不敢了啦 两个太太就很难啦 所罗门要面对 一千个飞兵啊 对不对 那她的失败就在这里 那为什么 所罗门恋爱这些女子 因为她们 为什么神跟她们 说你不可以跟她们往来 因为她们怎么样 会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她们的神 你去注意看圣经 你注意看 很特别 注意看 这些爱菊的女子 这些亚门摩亚 以东 这些人吸一顿 她们一嫁到 嫁到所罗门 嫁给所罗门 圣经说 她们连她们的神都带来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神不要她娶外邦女子 这些人很厉害 你要知道邪恶的势力 很厉害 为什么你想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信跟不信 不相配 代表还没有信主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 那个黑暗的失恋墙 这些外邦女子 都把他们的神 带到以色列 结果他们就拜了 这就让 这个以色列国分裂 所以为什么神不要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 新年神有说 新年神要我们 你信跟不信 不要相配 不可以同父一二 对不对 义跟不义 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跟黑暗 有什么相同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 我们当中没有结婚的几手 我看看还没有结婚的 哎呦 哎呦 不多耶 都结婚了 这边 这边 年轻人 年轻人 那我先讲 没有结婚的 你们一定要好好祷告 如果你自己有信仰 你说神啊 你为我预备一个 同样信仰的人 对不对 因为如果不同信仰 你们的价值观很不一样 礼拜天可能对方要去玩 他觉得礼拜天你干嘛要来教会 不过感谢主 现在教会已经有改了 礼拜六也有崇拜 礼拜五也有崇拜 对不对 就OK啦 但是啊 就是那个价值观 你们养育子女 价值观很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更厉害的这些 所罗门娶的太太 都会把他们的偶像 带到以色列国 以色列这个百姓 这个族群 这是神所拣选的 神把他们做奴隶 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 成为神的殖民 但是今天 那所罗门就做这个 所罗门的失败就做这个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还是有一条路 如果说我们以前本来 两个人都没有信主啊 后来有一方信主啦 你也不要分开啊 你要祷告啊 OK 圣经说你这个做妻子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如果做丈夫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你要祷告 如果说我们本来两个人 都没有信主 现在有一方信主啦 对不对 那你就要祷告 你一定要祷告 而且你一定要有好的见证 那有一天 神一定会感动 你的太太 或是你的丈夫信主的 那我再讲一个 有一个姐妹 为她丈夫 她后来 她本来刚刚没有信主 后来她信主 那为她丈夫祷告 三十年 不是三年啊 三十年 但是她非常有见证 对不对 她知道我信主啦 我应该按照圣经 扮演好我妻子的角色 但是她那天天 为她丈夫祷告三十年 有一天在祷告会 她就 坐在后面 她就起来祷告 她说神啊 我为我丈夫祷告三十年 我有点灰心 我不想再为她祷告 我祷告到此了 我为她丈夫祷告到此 那天她丈夫刚好忘记带钥匙 就跑来教会要跟她拿钥匙 那天晚上 那丈夫就听到她的祷告 然后丈夫回家就跟她说 老婆 我这三十年 能够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也是恩典 当然她不会说是恩典 也就是因为 但是你不能不为我祷告 你继续祷告 你不要回去继续祷告 我请问你 这丈夫后来有没有信主 一定信主 那个 你们如果知道 那个张文亮台大的教授 张文亮 那最近有写她的见证 她为她的父母祷告 三十三 三十三年更久 对不对 后来她妈妈比较 这个过程 妈妈比较信主 后来爸爸是三十三年后信主 但是呢 后来爸爸告诉她 其实这十二年 那爸爸就偷偷跑去教会聚会 没有给她知道 十二年耶 爸爸偷偷跑去教会聚会 他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神 如果我只是要鼓励一些 你们结婚 你们已经结婚 但是有一方信主 一方还没有信主 或者我们的侄女还没有信主 继续为他们祷告 你会经历神很大的恩典 对不对 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赐福给我们 当我们同样相信主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这个家庭一定蒙福的 Amen 一定蒙福的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这一个 不然有很多人 可能一方没有信主 你不要灰心 你继续祷告 但是你一定要有见证 一定要有见证 如果你没有见证 家人很难信 你信主也没改变 他干嘛要信主 你信主还不是跟我一样都骗我 对不对 就你要很有见证 我们教会以前 他也是没妈妈 没妈妈也是 他后来信主 但是他丈夫没有信主 但是他非常尊荣他的丈夫 比如说我们有退休会 他后来当全职传道人 他有什么聚会 比如说要去外面住 要怎么样 他都一定尊荣他的丈夫 很重要 后来感谢主 有一天他丈夫也信主 就是这样 所以事是要付代价的 但是神是要我们 在一个家庭里面 同样的信仰 同样的心智 一定要有同样的心智 一起要来服侍神 这很重要 不然两个人要在一起 周牧师以前想 神啊 如果有一天你给我预备一个太太 不是我自己要的 是你给我预备 我他就想 怎么能够一起生活那么久 我感谢主 后来他是让神 他跟神说 神啊 什么你都可以做主 选对象 你就让我做主吧 他跟神说 神说 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你不让我做主 我就一概不做主 他说 好了好了 神让你做主 今年 9月26号 我们结婚50年 我们两个 那天周牧师在跟我的孙子说 我跟阿嬷 我两个太不一样了 但是太不一样 可以生活50年 对不对 有时候他有一天问我 将来到天堂 你还要不要我 我我考虑一下 对不对 在天堂 还是认得人 真的认得人 因为神说 我们就是鼓励 保罗说 将来耶稣再来 我们还是认得 这是尾帽 这是奴隶 这是那个袖子 他认得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感谢 如果你有家人 还没有信主 就为他们祷告 当然如果我们当中 你还没结婚 你要为你将来的配偶祷告 那如果你有子女 你要为他们祷告 这很重要 在非婚姻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求神 我自己为我婚姻祷告七年 但我自从有小孩 我就为他们 我现在有时候 我没有那么认真 为我的孙子每一天祷告 我有小孩 每天为他们的婚姻祷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们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他们如果不幸福 就是我的不幸福 你做妈妈的心 做父母的心 所以一定要为他们祷告 所以感谢主 他们 就两个家庭都非常好 神给他们 一辈的对象 都非常好 只要他们幸福 他们对我们怎么样 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他们幸福是最重要 有时候你看 有时候 因为这个做婆婆的 有时候 这我儿子 就夹给他的太太吃 怎么都没有夹给我 对不对 没关系啊 他没夹给我 没关系 他幸福就好了 我们当中 有做婆婆的几手 好像没有 你们都很年轻 哎呦 这年轻 你也很年轻 你有做婆婆啦 哎呦 太年轻了 那还有没有 两个 三个 就三个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的家庭祷告 祝福他们 他们只要幸福 没有对你特别特别好 也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那你要自己快乐就好了 要自己快乐就好了 对不对 要想吃什么 自己去买就好了 他没有买给你 没关系 就自己去买 对不对 要享受 自己去享受就好了 因为全是你自己赚的嘛 对 我过去也是有一个观念 就一定要 都要舍不得都要给儿女 对不对 我最近忽然 我才最近忽然间觉悟 才最近 干嘛 好吃的给自己吃 干嘛一定要给儿女啊 干嘛一定要给儿女 我周末师 好吃的我们自己吃 人家给我们有一些票 很贵的 一餐 一千多块 两千 我们吃不要给儿女 我都以前都给他们耶 我就舍不得嘛 我这个人就舍不得就 不然我就会给别的传道人耶 对不对 我舍不得我就给 不要啊 给自己啊 对自己好一点啊 感谢主啦 只要快乐 只要大家快乐 你要自己快乐 常常常喜乐嘛 不是因为我很丰富 我喜乐 我有 我也喜乐 我没有 我也喜乐 但是儿女的信仰很重要 儿女的信仰 可能今天很多人不在这里 你在看世信 你们要为你们儿女祷告 如果儿女有一方没有信仰 你继续做公公婆婆的 你们就祷告 做丈夫 做妻子的祷告 为你们的子女祷告 让我们世世代代 神就世世代代 成为我们的举手 Amen 好 站起来祷告 为你自己祷告 神啊 你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但是蒙佛 领受神很多的恩典 我相信你今天在这里 你成为神的儿 你都是神对你的爱 都是神对你的拳选 为这个感恩 神我今天为我的环境 可能不一定是我能够觉得很丰富 很怎么样 都没有关系 我还是存在一个感恩的心 神啊 我遇到困难 我还是感恩 还是感谢你 因为我知道你掌管一切 所以第一个 你们先跟神开口祷告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怎么样 我们先用一个感恩的心 来感谢 等一下再为后面还有第二个祷告 一起同生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你里面有丰富的恩典 主啊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对待我们 乃是你先爱我们 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每天经历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主啊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配偶 为我们的侄女 为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都献上感恩 为我们坐在这个 坐在整个台湾 在整个疫情的里面 你直到如今 仍然保守我们 我们都献上感恩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让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主感谢你 好我们再来祷告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困难 你的家庭或是你的儿女 有一些困难 你一方面一手放在你的心上 一手你举起手来 或者你的身体有一些软弱 你祷告 我们都会遇到困难 医生姐妹你知道吗 我最近为什么都这样 我发现我的耳朵破洞 我这里诱饵的听力比较弱 所以我最近有一个 其实我已经给他拖太久 我拖一年多 所以我去开刀 医生说两个月 他的听力会恢复 我心里想 哇趁我现在还年轻啊 年轻年轻 其实我说 还年轻 我赶快去开刀吧 那么我还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 我不要到有一天真的不行 所以我就去把他开刀 感谢主都有神的恩典 对不对 神的祝福都有神的恩典 所以呢 你一方面比如说放在你的心上 你有困难 你的家庭有困难 亲子的关系有困难 家人没有顺着 或者你身体有些什么样的软弱 那么神的恩典领到我们身上 我们感谢神 因为我相信 神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 神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行动正直的人 所以你向神打抱 阿里路亚 一起同生向神开口 你告诉神你要什么 今天神问你说 你要什么你求 你可以求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仍然祷告 求你把一个喜乐的心 把一个常常祷告的心 常常一个凡事谢恩的心 赐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旨意的里面 都在你的祝福里面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 有一些软弱 家庭有一些困难 主啊圣灵 你的灵大大的浇灌在他们里面 让他们因着祷告 他们就经历神的恩典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仍然相信你的保守 你的祝福 可能弟兄姐妹在事业当中 也是要经历你的恩典 阿里路亚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来唱一个谦卑的心